哎哎哎你们看 那边有个小姑娘一直围着咱们转 盯着咱们看 是不是谁的球迷啊 哎呀肯定是虎哥粉丝啊 再说了前几天还有人要签名呢 是不是虎哥 中国男球迷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黑洋女球迷变得特别重 对发展中国足球大有益 那是 要不说球迷得从妹妹抓起 哎虎哥 要不要我去把她给你交过来 算了算了算了年龄太小 一看就是一高中生 不感兴趣要去你自己去啊 多谢那兄弟我上了啊 高中生你都不放过 是不是禽兽啊你 哎等一下 这姑娘看着好眼熟啊 泡妞前兜这句话 能不能换点新鲜的 敌人好像发现我了 怎么办怎么办 啊 小妹妹 用功的 你 你 别紧张 我就过来打个招呼 小妹妹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没有呀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你肯定认错人了 是吗 有可能 你跟我妹妹一个朋友长得特别像 你们都那么可爱 是吗 小妹妹 你在哪儿见过你 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我在 十中念书 十中 十中 哎呦 十中离这儿可不近啊 这个啊 这个 这时间不早了 我得走了 哎呀等一下 小妹妹 喜欢读球吗 啊 啊 我不喜欢啊 啊 喜欢 哎呀 哎呀 你长得真漂亮 让人过不难忘 留下来看我训练吧 我会很开心的 啊 好 好吧 哎 哥 好 啥辛苦 拿下了 你知道对话是谁吗 说出来吓死你吗 谁 黄金国金 我们没那么胆小 说吧谁 私女名叫高蒙 祖籍山东青岛 五星体验 剑美操专业二年级学生 高中时就获得全国青少年 剑美操大赛二赌家 得奖金五五千 上过电视 被保送上大学 哎 虎哥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你别忘了 我也是情报人 上高中时我就知道他这个人 他是我们所有体育上的榜样 我跟他有老乡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我已经庭院了 对 哎 你们说说 他扮成高中生来看我们训练 目的何在 卧底 肯定是五星体验派来斯坦情报的 以前韩国人跟日本人比赛的时候 就干过这事 对了大家 最近我们吃东西一定得小心 以防他们给我们下药啊 对 对不对 不会吧 小药姑娘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切皆有可 小病 干我玩上无间道了 那怎么办啊 那 就将计就计 让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 尤教练 我们有事情汇报 看你怎么烦 你干不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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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干不掉 同学们 先停一下 过来一下 好 同学们 咱们和五星体院的比赛 很快就要开始 在这里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对方还是不弱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发扬传统 敢打敢拼 拿下这场比赛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五星体院的教练 是一个高手 曾经指教过甲级队 他擅长进攻 咱们就打防守反击 上半场 我们一定要顶住对方的进攻 到了下半场 对方的体力一定会有所下降 注意力也会松懈 到时候 咱们再打他一个措手不击 这就是我的战术 希望大家能够贯彻领会 好了 我们着重训练防守 大家开始训练吧 好 他挺帅 跟一行都有一批 不好意思啊 理工队 遇到孤奶奶算你们倒霉 五星体育 必胜 跟我去 好 好 红梯 后梯 好 红梯 哎 夏宇 你怎么来了 雅静 辛苦你了 为彤彤那么费心 谢谢你啊 不用谢 不是 要谢也应该是彤彤谢我呀 你谢我干吗 哦 作为家属道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哎呀 你不用胡说 你再胡说 人家不理你了 陈仰静就爱笑说话 夏宇 你别往心里去 XT 繁固